大家好,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三的凌晨,歐洲冠軍聯賽第五圈迎來多場爭奪 其中安特惠普將主場迎戰AEK雅典 安特惠普是對市首次闖入到歐冠聯第五圈 球隊作戰經驗首顯兼缺 今次面對羅勢洶洶的AEK雅典 安特惠普確實不宜高估 在上季比甲聯賽旁有戲劇性 安特惠普雖然以第三名進入真標附加賽 但之後表現出色 最終以一分級優勢力壓群紅贏得比甲冠軍 球隊結束連續66年的等待 再一次捧起比甲冠軍獎盃 都是對市第五次加冕 與此同時,安特惠普上賽季都贏得比利時杯冠軍 球隊成就相冠王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 安特惠普此次參加歐冠聯第五圈是對市首次 他們之前歐冠聯的經歷可謂不堪回首 換言之,球隊的歐冠聯作戰經驗稍顯兼缺 不僅如此,安特惠普近期都較為不穩 他們近六將各項賽事坤未能取得連勝 這樣的表現難以令人放心 這次面對來勢洶洶的AEK雅典 安特惠普確實不宜高估 陣容方面,門將D.R.HC和後衛B.I.加斯等人欣賞不優致 在歐冠聯第四圈面對薩格納戴南武 AEK雅典兩回合總比分4-3淘汰這支 克羅地亞競女成功晉級 而這兩場比賽中 AEK雅典在進攻方面呈現多點開花鏡模式 4個入球分別由4名不同的球員攻入 其中球隊核心史提琛索巴在這段期間成功破門 如此進攻令人防不勝防 值得提的是AEK雅典之前的季前熱身賽 保持連戰連勝的強勢 其中一場比賽就是以3-0戰勝安特惠普 這場勝利的喜悅仍然溺溺在舞 今次在戰手下敗將安特惠普 相信AEK雅典值得支持 陣容方面前鋒保羅費南迪斯一雙休止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